打比方说在机器人在不同的这个房间去巡逻的话 基本上医生透过我们系统是可以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是可以看到远近的这个病人的状态 打比方可能他眼有没有问题啊 看到这个眼的细节啊细纹啊 基本上都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系统来看到 眼前这位青年是香港本土企业 路邦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麦千语 他正在向记者展示他们最新研发的一部 可协助医生摇距诊诊的机器人 麦千语向记者介绍 普通会议视频并不能达到医学观察的水准 而且具有实验特性 因此他们结合5G低实验特性 研发出一款可及时传输4K高清画质至后台的机器人 以便医生及时地做出诊断 因为医生的时候希望看到细节 那细节的话我们就要靠我们机权上面的一个 4K的PTEZ的镜头 其实这个镜头可以把这个影像放大12倍 基于这个影像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双方的一个会议的系统 能够可以实时地跟病人去沟通 这变成了我们真是做了一个可以实际应用的一个远近城镇的机器人 自幼成长于香港的麦千语 经过2003年的SARS 也经过2009年的株流感 他深知抗疫的不易 于是2017年 麦千语成立陆邦科技后 便专注于机器人远程实施操控 以及实施感应的研发 如今小有成绩的他 坚信通过机器人辅助 必能降低医务人员感染病毒的风险 其实我可以看到有好多前线的医护 护理的人员其实是风险很高 所以一开始我们公司的理念 都是要怎么去帮助人 辅助人 透过我们的远近操作的技术 来感染这个券业人员的危险 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做出来的一些方案 真的是可以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带来一些贡献 我们希望是可以跟我们的香港 一起去共同的努力的抗议 麦千语表示 虽然公司的总部和研发基地设在数码港 不过生产线就设在内地城市 公司运作相当依靠两地的技术人员往来 以及零部件跨境运输 新冠疫情下通关受阻 影响了公司的产品制造 他除了期望两地能够早日恢复通关外 也希望未来能将市场扩展到大湾区 其实我们在开发过程加了很多新的元素 这个也是有一些研发的成分 我们希望透过在香港这么高水平的城市 里面能够应用下来 我们就可以透过越广大湾区 还有就是全个国家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技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